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次一个大哥这么迎面走过来 看着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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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啊 看过你表演 来 拍个照 不好意思 来 头笑不错的 他就走掉了 我当时看着他的背影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红 都不是红成李诞 我想红成马云 因为我能想象 李诞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尴尬 但绝对没有人敢对马云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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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你演讲 来 拍个照 阿里巴巴不错的 当然确实啊 不红只能怪我自己 人确实是素 没有时尚属性 为了让自己显得酷一点 我去年买了好多潮流品牌的衣服 对 这就是其中一套 但是 但是穿上之后我发现 我好看了一点 而衣服却难看了很多 气质不对 我特别羡慕那种会蹦低的人 然后在夜店里面 DJ 夜海 Are you ready 砰砰砰砰 我不行 完全不行 因为我不喝酒 所以我蹦的 都是清醒地 DJ 一喊 Are you ready 我就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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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这就是为什么我单身 即使是单身的时候 我在夜店里 从来不敢搭讪 从来不敢搭讪 我没有办法像很多男性一样 会利用音乐和动作 来演示自己被拒绝的尴尬 你好 走开 OK 你好 走开 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这种后脸皮吗 你羡慕 当然 但是又有朋友劝我 又有朋友劝我 去夜店嘛 不一定要搭讪 朋友一起喝喝酒 挺开心的 但是你们知道在上海 稍微好点的夜店 卡座低销 都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啊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只是来喝酒的 你知道三千块钱 能在全家里喝多少酒吗 可是能让我全家都喝上酒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只要在金钱上有纠结 根本哭不起来 就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呢 是这样 就是去过不少奢侈品店 但没买过几件奢侈品 不是买不起 而是要买 就得买在刀刃上 所以每次进去店员 给我推荐一些当机新品 我不敢试 不敢试 我怕真的很合适 很尴尬 我觉得很合适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我知道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但我得硬着头皮说 嗯 好像不太合适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拉本 拉本 完全带进去 但我猜不出来他的票 160以上 这就是我现在人生中最大的矛盾 对生活感受很强烈 同时又很不屑 就每次夜深人静 我看到那种新闻 比如NASA 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人类首次拍到黑洞照片 哦 我的思绪就开始飘 说哦 宇宙那么大 银河系算啥 银河系那么大 地球算啥 地球都已经45亿年了 我这辈子算啥 不行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自由快乐地活着 这个时候一看手机 我去 两点了 睡觉睡觉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想啥呢我 你们能理解那种矛盾吗 我对宇宙是如此渺小 我对公司却如此重要 有多重要 不去上班就扣我钱 脑子里永远同时存在两个问题 一 宇宙为什么那么大 二 今天中午吃点酸 这就是为什么我 又来到了这个节目 我对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 人生短暂呢 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 再多留一些 再思考第一个问题上 当然了 谁 又不想了 谢谢大家 嗨 我叫张不洋 这期主题是 你的人设崩了吗 还挺适合我的 唉 你不要看我现在 站在台上对吧 好像轻松自如 胸有成主的样子 不是的 其实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 一个原因就是 进入娱乐行业以来 见到了太多的明星 上一季土豆大会录制 最后一期 我见到了张艺兴 当时彩排 他就站在我面前 不到一米的地方 跳舞 我不会啊 他跳的时候 散发出来那种自信 就让我越看越觉得 我的天哪 这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 而他身边的我 只是一种随处可见的 哺乳动物 而且你们看我现在 说话挺正常 其实小时候 我有点结巴 本来只有一点点 后来就严重了 有一次开学 新班主任 叫班里的同学 挨个站起来 报名 前面都很顺畅 我叫谁谁谁 我叫谁谁谁 我一站起来 我我我我我 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 整整十分钟 那是我迄今为止 最好笑的一次 真的 可能那就是我喜剧深爱的巅峰 最可气的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 整整一个学期 班里三个人 不叫我名字 一见面 我我我我我 其中一个 后来真的结巴了 家里还觉得很奇怪 我家人好好的怎么结巴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 这件事真的给我的自信心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甚至考虑过 去跳那种自信体操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就那个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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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不用鼓掌 我知道 有一点点尴尬 而这就是自信体操的力量 你们知道刚才这段 我在家里对着镜子 跳了至少二十遍 跳之前还很犹豫 这个演出来会不会有点尴尬 跳完立刻不尴尬 要尴尬也是观众尴尬 因为我是真的 很不错 跳完觉得好像张艺兴不过如此 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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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然这种自信不是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自信 我曾经在一些印度朋友身上见到过 是一种对于自身境遇的不纠结 当时在英国留学 有一天放学 一个印度同学问我 晚上要不要去party 于是他说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当然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说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party tonight 你们知道当时我为了忍住 不像你们一样笑出来 有多痛苦吗 但后来跟那个朋友混熟了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 其实你们讲话 知不知道自己有口音 他说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在乎 哇 听完这句话 我对他的情感 立刻从嘲笑 变成了佩服 因为我的英语 其实挺好的 但真见了外国人 经常不敢说话 我曾经在新西兰一家 很有名的米其林餐厅 吃饭 很贵 菜上来之后 我吃了一口 发现特别咸 就问我朋友 你尝尝我这个 是不是延放多了 朋友拿过来 吃了一口 确实是 要跟服务员说一声吗 我看了看饭 看了看服务员 凑合吃吧 最可笑的是 后来这个服务员 亲自走过来 挨桌 问顾客 对食物满意不满意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问到我们桌上 How is the food Everything all right 我跟朋友 一口通声 Yes 我的英语比较好 还加了句 Very delicious 其实我知道 后面我讲的这些 真实的故事 你们并没有太听进去 我今天的表演 已经很难超越 刚才那段舞蹈了 所以我说讲 我又觉得挺悲哀的 真正想说的话 很少有人在乎 观众印象最深的 永远都只是那些 划重取宠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真的 不如跳舞 想脱口秀 不如跳舞 至少我的舞跳的 是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 谢谢张苗 大家好是张苗 我就是生活的一方 真的 压力特别大 前几天一直在写 吐槽大会 特别累 但是说前几天 其实已经有半年了 因为 这是一个 那时候写的段子嘛 然后 那时候真的是 天天加班 一加班就到四点 一加班就到四点 很不爽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 我会这么不爽 我是不是有点 太娇生惯养了 真的 你看以前那些 科学家 发明家 哪个不是坚韧不拔 爱迪生 实验室里一工作 几十个小时 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才终于发明了电灯 极大的推动了 生产力的发展 让当时 所有工厂的工作时间 延长了整整一倍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加班 就是因为 爱迪生 发明了电灯 如果没有电灯 老板敢并加班吗 反正我加班的时候 情绪都是很不稳定的 如果老板 敢让我点着蜡烛 加班 那我真的不能保证 办公室里点招的 只有蜡烛 以前我心里 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 科技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工作 却越来越累 现在明白 就是因为科技发达 工作才变累的 科技 不仅让你加班 还能让你的老板 可以随时随地 找到下班的你 以前 没有汽车 没有电话 老板半夜有事找你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你家 还得走着去 等他到了 你也该上班了 你现在可好 直接打你手机 手机不接 微信 QQ 王者荣耀 总能找到 你在线的地方 发来一条游戏邀请 你是接受 还是不接受 很难抉择 我现在最怕的 就是科幻片里那种 智能隐形眼镜 成为现实 现在用手机 收到一条消息 至少可以先装 看不见 过俩小时再回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有了智能隐形眼镜 消息直接发到你眼前 你还能找什么理由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消息 刚刚再搁双眼皮 科技就是这样 用在生活里 很便利 一旦进入工作 就特别麻烦 去年我们公司 因为业绩不错 得了很多奖 CEO就在公司群里发 这些荣誉属于脱口秀 属于所有脱口秀的参与者 我一看这话也太好笑了 就在另一个没有CEO的群里发 是啊 荣誉属于参与者 但是钱可都给你一个人挣了 哈哈哈哈 你们现在听起来 可能没那么好笑 但当时整个群都沸腾了 甚至有好几个同事 给我发私信 伯阳 你发错群了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科技 给每个人带来的便利 背后都是别人的心酸 之前99楼工作制的事 还记得吗 程序员建了一个网站 叫996ICU 上班996 下班ICU 这话乍一听 程序员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程序员惨 ICU里的医生 是不是也很惨 抢救了一天的病人 好不容易回家吃口饭 推进来一堆程序员 吃什么饭啊 点个外卖接着干吧 当然这话乍一听 医生好像特别惨 但你仔细想 医生惨 外卖小哥是不是也很惨 送了一天的外卖 好不容易歇一会儿 来了一堆医院的订单 还歇什么呀 骑上车子接着送吧 但是这话乍一听 外卖小哥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外卖APP的服务器 为什么夜里9点还在运行 是谁在维护 如果医生和老师在夜里叫外卖 是不是阿随优理 也就来不了那么多程序员 莫名其妙地恨怒 人类就是这么自私 甚至此时此刻 为什么你们能听到这些好笑的段子 表面上开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 优秀的总冠名赞助商 纯粮酿造 真材实料的老村长久 但是你仔细想 为什么我们能找到 这么优秀的总冠名 当然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群 在台上台下累死累活的脱口秀鞋手 其实内心深处 你们知道 在每一声哈哈哈哈的背后 都是脱口秀鞋手们 日益增高的发际线 但是你们在乎吗 不在乎 甚至一想那个画面 鞋手脱发 好像更好笑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真的 你说定我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下次你叫外卖 送碗 汤撒 只要人家不是故意的 别急着生气 回想一下 你自己在工作中 那些束手无策 焦头烂额的时刻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 想给人家打差评了 如果我们注定 都要成为生活的乙方 至少我们可以选择 在当甲方的时候 对彼此善良一点 谢谢大家 嗨 你们好啊 我是张博洋 又来路透游大会了 很高兴 这个节目对我的影响 是很大的 播出出好多观众 给我发私信 张博洋你好好笑 张博洋你好棒 张博洋你好厉害 我特别感动 把所有私信挨个打开 仔细阅读 然后回复了一些 比较好看的女观众 然后最后一句 其实是玩笑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 受到过这样的关注 我也上过脱口秀大会 第一季 四个字 无人问尽 那是我第一次上节目 还很兴奋 你知道吗 节目播出那天晚上 我去坐地铁 感觉都不一样了 但是现实很残酷 我的微博粉丝 长得特别慢 第一期间播出 一个叫韦若琛的演员 火了 记得韦若琛吗 节目开播当天 他的微博粉丝从零 涨到了三万 我涨到了两千七 关键是 我本来就有两千三 最尴尬的一次 公司让我发条广告 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 一个观众立刻 很兴奋的留言 第一 然后过了整整半个小时 没有人来抢第二 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一看 第一也没了 你线上表现不好 线下演出就更尴尬 因为观众 是根据一个演员的知名度 来决定如何欢呼的 有次演出 庞博也上台 观众 李大爷上台 观众 我也上台 掌声结束 一个观众 所以我气 差点上火 当时我就想 为什么 我不是个孩子呢 如果我是个孩子的话 我就可以喝一瓶 妈妈贼稀罕 宝宝贼爱喝的 小葵花路 小葵花路 一天一平 刚刚好 孩子去活 没烦恼 有时候觉得人真的是 挺矛盾的 你既害怕别人对自己 漠不关心 同时又害怕别人对自己 过度关心 就我现在是住在上海 租房住 搬了三次家 每次搬家 我都不敢让我妈知道 我确切地住址 因为一旦知道了 他们就会找各种奇怪的理由 给我寄各种奇怪的东西 就上个月 一点不夸张 他给我寄了一罐奶粉 而且他是寄出来之后 才打电话告诉我 喂儿子 我给你寄一罐奶粉 接着收一下 我说 你说什么 他不理我 接着说 给你寄一罐奶粉 最近不看本书吗 说这个人体不能缺了DHA 不然智商容易下降 这个奶粉里就含有DHA 但是我去买的时候 发现没有你这个年龄段的 只有婴幼儿和中老年的 于是我就给你买了个中老年的 我说 你说什么 他不理我 接着说 早上晚上各一次 温水冲开 记得喝啊 就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接受了我妈 给我购买奶粉的试试 于是我开始反问他 我说妈 你为什么 要给我买中老年的奶粉 不是说了吗 没有你这个年龄段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为什么 没有我这个年龄段的 我妈说 那当然是因为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不知道注意身体 很难反驳 真的很难反驳 于是我跟他说 行吧行吧 既然你记吧 你记就记吧 但是这样 你再给我买一罐 婴幼儿的记过来 啊为啥 我颤着喝 颤着喝 颤着喝就是我的年龄段了 电话那边我妈愣了一秒 然后恍然大悟 哦对呀 还是我儿子聪明 但是讲到这里 敏感的观众 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今天的段子 跟主题并没有什么关系 没办法 按主题真的写不出来了 我的所有创作 从来都是在 不经意之前完成的 就比如说我去 出门打个车 碰到一个话 特别多的司机 我就会想 哇 为什么他的话会这么多 一定是因为生活太无聊 所以每次碰到这样的司机 我都会尽我所能 陪他多聊两句 嗯 对 没错 哈哈 但有的时候真的车程太长 到了后面 没法继续 我发现这个时候 他就会开始 自己跟自己聊天 哎呀 这个车子现在不好开呀 天又热又塞车 很多人都不做了 我跟你说 做完这单我也回去了 回家喽 这种随波逐流的创作状态 就导致我真的没有办法 为了一个喜剧节目 而放弃生活本身的快乐 所以等一下 不管我的票啊 是多 是少 我都不会再参加 接下来的比赛了 是 我要退赛了 你们可能有一点惊讶 但千万不要为我感到惋惜 因为人生嘛 就是这样 总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 而我觉得不管怎么选 只要适合你 怎么选 都不错 谢谢大家 好